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郊四海豪英 胸藏锦绣 意气更高明 潇洒观金野福 笑谈将 白语挥兵 据一处人人瞻仰 四海九池鸣 运渡铜诸葛 运筹帷幄 丹节忠诚 有才能贯世 玉柱高情 遂使玉林归伏 命风雷 驱使天丁 凉山坡君师无用 天上志多兴 话说这篇词 单道着无用的好处 因为这龙华寺僧人 说出此三觉 玉麒麟 卢俊逸名字于宋江 无用道 小生凭三寸不烂之蛇 尽一点忠义之心 蛇死妄生 只往北京睡卢俊逸上山 如探囊取物 守道拈来 只是少一个粗心大胆的办当 和我同去 说由未了 只见接下一个人高声交道 君师哥哥 小弟与你走一走 无用大笑 那人是谁 却是好汉黑炫风李逵 宋江喝道 兄弟 你且住着 若是上风放火 下风杀人 打家劫舍 冲舟撞府 何用着你 这是做戏的勾当 你性子又不好 去不得 哼 你们都道我 生的丑 嫌我 不要我去 不是嫌你 如今大明府做工的极多 倘货被人看破 网送了你的性命 不妨 我定要去走一走 无用大 你若依得我三件事 便带你去 若依不得 只在寨中坐地 莫说三件 便是三十件 也依你 第一件 你的酒性如烈火 自今日去便断了酒 回来你却开 第二件 鱼路上做道童打扮 随着我 我但叫你 不要为傲 第三件最难 你从明日为始 并不要说话 只做哑子一般 依得这三件 便带你去 不持酒 做道童 却依着 这 闭着这个嘴不说话 却是别杀我 你若开口 便惹出事来 也容易 我只口里闲着一文铜钱便了 宋江道 兄弟 你若坚持要去 恐有疏失 休要怨我 不妨 不妨 我这两把板斧不到的 只这般叫他拿了去 少也看他娘千百个屌头才罢 众头领都笑 哪里劝得住 当日忠义堂上做筵席送路 之完 各自去歇息 四日清早 吴庸收拾了一包行李 叫李逵打扮做道童 挑担下山 宋江与众头领都在金沙滩送行 再三吩咐吴庸小心在意 休叫李逵有失 吴庸李逵别了众人下山 宋江等回寨 且说吴庸李逵二人往北京去 行了四五日路程 却欲天色晚来 头垫安歇 平民打火上路 鱼路上吴庸被李逵欧的苦 行了几日 赶到北京城外电寺里歇下 当晚李逵去厨下做饭 一拳打得垫小二吐血 小二哥来房里告诉吴庸道 你的牙刀铜 我小人不与他收获 打得小人吐血 吴庸慌忙与他陪话 把石树灌钱与他将西 自埋怨李逵不在话下 过了一夜 次日天明起来 安排些饭食吃了 吴庸换李逵入房中 吩咐道 你这死苦死要来 一路上呕死我也 进入城不是耍处 你修送了我的性命 不敢 不敢 我再和你打个暗号 若是我把头来摇死 你便不可动弹 李逵应成了 两个就店里打扮入城 怎见得 无用 带一顶乌皱纱抹眉头巾 穿衣领造岩边白卷道服 寄一条杂彩吕功涛 着一双方头青步履 手里拿一副赛黄金 如同领处 李逵 枪几根蓬松黄发 完两枚魂骨鸭剂 黑虎驱 穿一领粗布短鹤袍 飞熊腰 勒一条杂色短须韬 穿一双登山透土靴 单一条过头木拐棒 挑着个纸招 上写着 奖命谈天 封金一两 无用 李逵两个打扮了 锁上房门 离了殿寺 往北京城南门来 行屋一礼 却早望见城门 端地好个北京 单见 城高地险 欠阔豪身 一周回 鹿角交加 四下里 台插密布 低楼雄壮 缤分杂彩七番 跌倒坦平 醋白刀枪剑脊 钱粮浩大 人物繁黄 千百处 五蟹割台 数万座 林宫范雨 东西院内 盛肖古月宣天 南北殿中 行货钱财满地 公子夸 静安骏马 家人 成岁盖珠 千元猛相 统层城 百万黎民 居上国 此时天下各处 盗贼生发 各州府县 具有军马手把 为此北京 是河北第一个去处 更见又是梁忠书 统领大军阵守 如何不摆地整齐 且说吴用 李逵两个 摇摇摆摆 却好来到城门下 守门的左右 约有四五十军士 促捧着一个把门的官人 在那里坐地 吴用向前失礼 军师问道 秀才哪里来 说 快说 吴用答道 小生姓张 明用 这个道童姓李 江湖上 卖挂迎生 近来大军 与人讲命 身边取出假文银 教军师看了 众人道 这个道童的屌眼 恰像贼般看人 哈哈哈哈 李逵听到 正带要发作 吴用慌忙把头来摇 李逵便低了头 吴用向前 与把门军师陪花道 小生一言难尽 这个道童又聋又哑 只有一分蛮气力 却是家生的孩儿 没奈何带他出来 这次不省人事 忘记恕罪 此了便行 李逵跟在背后 脚高不低 往事心里来 吴用手中摇着凌厨 口里念四句口号道 甘罗发早紫牙齿 彭祖言回受不起 犯单贫穷十重负 八字生来各有十 乃时也 云也 命也 知生知死 知阴知道 若要问前程 先请银一两 说吧 又摇灵楚 北京城内小儿 约有五六十个 跟着看了笑 却好转到炉原外 解库门手 此个自笑 去了父又回来 小儿们轰动 炉原外正在解库厅前坐地 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节 只听着街上喧哄 换当职的问道 如何街上热闹 当职的报复原外 端弟好笑 街上一个别处来的算命先生 在街上卖卦 要赢一两 算一命 谁人舍得 后途一个根的道童 且是生得甚烂 走又走得没样饭 小的们 跟定了笑 挤出大言 必有广学 当职的 与我请他来 也是天刚星 何当聚会 自然生出机会来 当职的慌忙去教道 先生 圆外有请 吴庸道 是何人请我 炉原外相请 吴庸便换道童 跟着转来 接起帘子入到厅前 叫李逵 只在额像椅上坐定等候 吴庸转过前来 见炉原外时 那人生得如何 由满庭方 此为证 木炉双同 没分八字 身去九尺如银 飞风凛凛 仪表似天神 一旦中干贯日 土红泥 智气凌军 持生欲 北京城内 原是富豪门 沙场林敌处 冲开万马 扫退千军 单赤新报国 建立功勋 康海明朗宇宙 论英雄 波满乾坤 独援外 双鸣俊义 河北玉麒麟 这篇词 但到卢俊义豪杰处 无用向前施礼 卢俊义 欠身打礼 问道 先生 贵乡何处 尊姓高明 无用达到 小生姓张民用 自好谈天口 祖冠山东人士 能算皇级先天术 知人生死贵贱 挂金白银一两 方才算命 卢俊义请入后堂小阁里 分宾作定 茶汤一把 叫当值的取过白银一两 放于桌上 全为押命之资 凡先生看建造则哥 请贵庚月日下算 先生 君子问灾不问福 不必到在下豪富 只求推算 木下刑藏则哥 在下今年三十二岁 贾子年 宜丑月 禀迎日 丁卯时 不用取出一把铁蒜子来 排在桌子 算了一回 拿起蒜子 桌上一拍 大叫一声 啊 怪哉 卢俊义失惊 问道 建造 主何凶吉 园外若不见怪 当已直言 正要先生与迷人指路 但说不方 园外这明 木下不出百日之内 必有血光之灾 假死不能保守 死于刀剑之下 先生诧异 卢某生于北京 长在豪富之家 祖宗无犯法之难 清足无再婚之女 更坚 君亦做事谨慎 非礼不为 非才不取 又无寸男为道 亦无织女为妃 如何能有血光之灾 无用改容变色 汲取缘银赋还 起身便走 解探而言 天下原来都要人 阿语银阐银银認 罢 罢 罢 分明直语平川路 却把中言当恶言 小声告退 啊 先生息怒 前言特地戏耳 愿听指教 小声指言 切勿见怪 在下专听 愿勿引你 园外贵造 一向都行好运 但今年石犯碎君 正交恶陷 目今白日之内 失守异处 此乃生来分定 不可逃也 可以回避风 无用再把铁蒜子搭了一回 便回园外道 则除非去东南方训地上 一千里之外 方可免此大难 虽有些惊恐 却不伤大体 若是免得此难 当以后报 命中有四句挂歌 小生说于原外 写于壁上 后日应验 方知小生灵处 叫去笔雁来 便去白粉壁上写 无用口歌四句 卢花丛里一偏舟 俊杰额从此地游 亦是若能知此理 反攻逃难 可无忧 当时卢俊一写霸 不用收拾起蒜子 做一便行 卢俊一流道 先生少做 过五了去 多蒙圆外后裔 无了小生卖卦 改日再来拜会 抽身便起 卢俊一送到门首 李逵拿了拐棒 走出门外 吴学究别了卢俊一 引了李逵 进出城来 回到殿中 算还防速饭钱 收拾行李包裹 李逵挑出挂牌 初离殿司 对李逵说道 大事了也 我们星夜赶回山寨 安排圈套 准备机关 迎接卢俊一 他早晚便来也 且不说无用李逵还债 却说卢俊一 自从算卦之后 寸心如鸽 坐立不安 当夜无话 挨到刺日天晓 洗漱吧 早饭已了 出到厅前 便叫当职的 去换众多主管 商议事务 勺客都到 那一个围头管家司的主管 姓李鸣雇 这李雇原是东京人 因来北京投奔 相识不着 动倒在卢员外门前 卢俊一救了他性命 养他家中 因见他勤紧 写的算的 叫他管顾家间事务 五年之内 只抬举他做了都管 一英里外家司 都在他身上 手下管着四五十个 刑财管盖 一家内都称他做 李都管 当日大小管事之人 都随李雇来 唐前生惹 卢员外看了一遭 便道 怎生不见我那一个人 说由未了 街前走过一人来 看得来人怎生模样 胆见 六尺以上身材 二十四五年纪 三崖眼口细胆 十分腰细磅破 带衣领木瓜心 穿顶头巾 穿衣领银四沙 团领白山 第一条 蜘蛛斑 红线压腰 着一双 土黄皮 油绑甲穴 脑后一对 哀寿金环 互相衣眉 相罗手帕 腰间斜叉 这人是北京土居人士 自小父母双亡 卢园外家中养得他大 围剑的一身 血练也似白肉 卢俊逸叫一个高手匠人 与他赐了这一身 扁蹄花秀 却似玉亭柱上 铺着软脆 若塞金蹄 有你是谁 都属于他 不择一身好花秀 那人更坚吹的 弹的 唱的 舞的 拆白道字 顶真絮麻 无有不能 无有不惠 亦是说的 诸鹿相谈 行得诸行百亿的诗语 更且一身本事 无人比的 拿着一张穿弩 只用三只短剑 郊外落生 并不放空 剑道误落 晚间入城 少杀也有百十个虫頤 若在锦标社 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 一切此人百灵百利 到头之尾 本身姓燕 排行第一 官名单汇个青字 北京城里人口顺 都叫他做浪子燕青 曾有一篇气缘春词 担到着燕青的好处 胆见 纯弱屠珠 惊如点漆 面似堆穷 有出人鹦鹉 凌云稚气 滋柄聪明 以表天然磊落 梁山上端得驰鸣 一周鼓调 唱出绕梁声 果然是意愿专精 风月丛中第一名 听古板轩云 声声嘹亮 唱续忧情 棍棒参丝 轩拳飞脚 四百军舟 到处京 人都现 英雄领袖 浪子燕青 原来这燕青 是卢俊一家新夫人 都上厅声热了 坐两行立柱 李固立在左边 燕青立在右边 卢俊一开言道 我夜来算了一命 到我有百日血光之灾 只除非出去东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 我想东南方有个去处 是泰安州 那里有东越泰山天奇人圣地经殿 管天下人民生死灾恶 我一者去那里烧炷香 消灾灭罪 二者躲过这场灾毁 三者做些买卖 观看外方景致 李固 你与我 密十辆太平车子 装十辆山东货物 你就收拾行李 跟我去走一遭 燕青小矣 看管家里库房钥匙 指今日便与李固交割 我三日之内便要齐身 李固道 主人勿矣 常言道 古捕卖卦 转回说话 休听那算命的胡言乱语 只在家中怕做什么 我命中注定了 你休你我 若有再来 毁却万一 燕青道 主人在上 须听小矣欲见 这一条路 去山东泰安州 正打从梁山坡边过 近年坡内 是宋江一伙强人 在那里打家结社 官兵不道 尽他不得 主人要去烧香 等太平了去 修信夜来 那个算命的胡讲 倒敢是梁山坡歹人 假装走阴阳人来山货 要攥主人那里落草 小矣可惜夜来不在家里 若在家时 三言两句 盘倒那先生 倒敢有场好笑 你们不要胡说 谁人敢来算我 梁山坡那伙贼男女 打什么惊 我官他如同草芥 物资要去特地捉他 把日前学成武艺 显扬于天下 也算个男子大丈夫 说游未了 说游未了 屏风背后走出娘子来 乃是卢园外混家 您方二十五岁 姓甲 嫁与卢俊逸 采方五载 琴色协和 娘子夹事便到 丈夫 我听你说多时了 自古道 出外一礼 不如屋里 休听那算命的胡说 劈了海阔一个家业 搬金兽帕 去虎穴龙潭里做买卖 你且只在家内 清心寡欲 高居静坐 自然无事 你妇人家醒的什么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物 自古豁出诗人口 必诛疾凶 我记住一定了 你兜不得多言多语 言情诱到 小人托主人福音 学的些个棒法在身 不是小乙说嘴 帮着主人去走一遭 路上便有些个草扣出来 小人也敢发落的 三五十个开去 留下李都管看家 小人服侍主人走一遭 便是我买卖上不行的 要带李故去 他虚醒的 又替我大办气力 因此留你在家看守 自有别人管账 只叫你做个庄主 李故又道 小人近日有些狡气的症候 十分走不得多路 卢俊逸听了大怒道 阳兵千日 用再一招 我要你跟我去走一道 你便有许多推过 若是哪一个再阻我的 叫他治我全头的滋味 李故吓得面如土色 众人谁敢再说 各自散了 李故指得人气吞声 自去安排行李 逃了十辆太平车子 换了十个脚腹 四五十拽车头口 把行李装上车子 行货拳服完备 卢俊逸自去结束 第三日 烧了神符给散了 家中大男小女 一个个都吩咐了 当晚先叫李故 引两个当职的 尽收拾了出城 李故去了 娘子看了车帐 流泪而去 此日五更 卢俊逸起来 沐浴霸更换一身新衣服 取出气线 到后堂里辞别的祖先香火 出门上路 看卢俊逸怎生打扮 胆见 头戴 泛杨遮尘粘粒 全来大小 撒发红鹰 鞋纹断的布衫 插开五指 眉红线涛 清白杭蝉 抓住袜口 软圈袜衬 多耳麻鞋 腰旋机把 眼灵响铜钢刀 海驴皮哨子 手拿一条 瘦山脚海棍棒 钻得刺 山东池玉 河北洋 当下 卢俊逸 拜辞家堂医疗 吩咐娘子 好生看家 多遍三个月 少止四五十日便回 丈夫路上小心 平记书信回来 家中知道 说罢 说罢 盐青在面前拜了 卢俊逸 吩咐道 小乙在家 凡事向前 不可出去三娃两舍打混 盐青道 主人在上 小乙不敢偷功夫闲耍 主人如此出行 怎敢怠慢 卢俊逸提了棍棒 出道城外 有失一手 单到卢俊逸这条好棒 有失为正 挂壁悬崖七瑞雪 撑天主地 汗黄蜂 虽然身上无牙爪 出水巴山 突尾龙 李固接着 卢俊逸道 你可以两个半能先去 但有干净可电 先坐下半 等候车上脚夫倒来便吃 省得耽搁了路程 李固也提条赶棒 先和两个半当去了 卢俊逸和数个当值的 随后压着车帐行 但见途中闪明水秀 路阔泼平 心中欢喜道 我若是在家 哪里见这般景致啊 行了四十余礼 李固接着主人 吃点心中饭吧 李固又先去了 再行四五十礼 到客店里 李固接着车账人马 素食 卢俊逸来到店房内 以了棍棒 挂了粘粒 解鞋腰刀 换了鞋袜 素食皆不必说 四日清早起来 打火做饭 众人吃了 收拾车辆投口 上路又行 自此在路 夜宿小行 已经数日 来到一个客店里 素食 天明要行 只见店小二哥 对卢俊逸说道 好叫官人得知 离小人店 不得二十里路 正打梁山坡 边口子前过去 山上送公民带往 虽然不害来往客人 官人 须是悄悄过去 休得大惊小怪 卢俊逸听了道 原来如此 便叫当值的 取下一箱 打开锁 去里面提出一个包袱 内取出四面白卷旗 问下二哥 讨了四根竹竿 每一根 付起一面旗来 每面考老大小几个字 写道 慷慨北京 卢俊逸 远驮货物 离乡地 一心只要捉强人 那时方表 难而至 离故等众人看了 一起叫其苦来 殿下二问道 官人 莫不和山上送代王 是亲吗 我自是北京财主 却和这贼们有什么情 我特地要来捉送江这司 哎哟 官人低声险 不要连累小人 不是耍畜 你便有一万人马 也敬他不得 放屁 你这四门都和那贼人 做一路 殿下二叫苦不迭 众车脚夫都痴呆了 离故跪在地下告道 主人可怜见众人 留了这条性命回乡去 强似做罗天大叫叫 卢俊逸喝道 你醒的什么 这等燕雀 安敢和红胡死病 我思量 平生学的一身本事 不曾逢着埋族 今日欣然逢此机会 不就这里发卖 更待何时 我那车子上插袋里 已准备下一袋数码所 躺活着贼们 当死何亡 撞在我手里 一扑到一个砍分 你们众人 与我便附在车子上 撇了货物不打紧 且收拾车子住人 把这贼手 借上京师 请功受赏 方表我贫生之愿 若你们一个不肯去的 只就这里 把你们先杀了 前面摆四辆车子 上插了四把圈旗 后面六辆车子 随从的行 那里顾和众人 哭哭啼啼 只得依他 卢俊逸取出坡刀 装在杆棒上 三个鸭口牢了 赶着车子 奔梁山坡路上来 李顾等见了崎岖山路 行一步 啪一步 卢俊逸只顾赶着要行 从清早起来 行到四排十分 远远地望见一座大林 有千百株 何报不交的大树 却好行到林子边 只听得一声呼哨响 吓得李顾和两个当直的 没躲出 卢俊逸 脚把车杖压在一边 车夫众人都躲在车子底下叫哭 卢俊逸喝道 我罗朔帆 你们与我辩父 说由未了 只见林子边走出四五百小楼落来 听得后面锣声响出 又有四五百小楼落 劫住后路 林子里一声炮响 拖地跳出一筹好汉 怎的模样 胆尖 欠红头巾 金花鞋鸟 铁甲奔盔 锦衣袖 却染资兰 虎威雄暴 大福一双 人皆下岛 又诗约 铁鹅金睛老大虫 翻身跳出树林中 一声跑好如雷阵 万里传名 黑旋风 当下李逵守诺双服 李声高叫 诶 卢严外 任这哑道头吗 卢俊逸蒙醒 喝道 我如常有心要来拿你这伙强盗 今日特地道死 快叫宋江纳斯下山头拜 谈货执迷 我片时间叫你人人皆死 个个不留 李逵和和大笑道 哈哈哈哈 元万 你今日中了俺的军事妙计 快来做把交语 卢俊逸大怒 怒着手中破刀来斗李逵 李逵轮起双斧来赢 两个斗不到三合 李逵拖地 跳出圈子外来 转过身 往林子里便走 卢俊逸 卢俊逸挺着破刀 随后赶将入来 李逵在林木丛中东闪西躲 引得卢俊逸姓发 扑一步抢入林来 李逵飞奔乱送丛里去了 卢俊逸赶过林子这边 一个人也不见了 却待回身 只听着松林旁边 转出一伙人来 一个人高声大叫 园外不要走 认得安吗 卢俊逸开始 却是一个胖大和尚 身穿枣之多 倒提铁缠杖 卢俊逸喝道 你是哪里来的和尚 卢志申大笑道 撒家是花和尚卢志申 金凤哥哥将领 卓安来迎接园外上山 卢俊逸焦躁 大妈 脱驴 敢容俗里 捏手中破刀 直取那和尚 卢志申轮起铁缠杖来赢 两个斗不到二和 卢志申拨开破刀 挥身便走 卢俊逸赶将去 正赶之间 喽喽地走出行者武松 轮两口借刀 直奔将来 卢俊逸不敢和尚 来斗武松 又不到三和 武松拔步便走 卢俊逸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我不敢你 你这丝门何足倒载 说由未了 只见山坡下 一个人在那里交道 卢元外 你如何行的 岂不闻 人怕落荡 铁怕落炉 哥哥定下的计策 你带走哪里去 你这四是谁 小可便是赤发鬼刘唐 卢俊逸骂道 草贼凶走 听手中破刀直取刘唐 方才斗得三和 其次里一个人大叫道 好汉 没车拦目红 在此 当时刘唐 目红两个 两条破刀 双斗卢俊逸 正斗之间 不到三和 只听着背后脚步响 卢俊逸喝声 将 刘唐目红 跳退树步 卢俊逸便转身 斗背后的好汉 却是铺天雕里 三个头领 钉子脚为定 卢俊逸全然不慌 越斗越贱 正好不斗 只听着山顶上 一声罗响 三个头领 各自迈个破绽 一起拔不去了 卢俊逸又斗得一身臭汗 不去感叹 再回林子边来 寻车账人办时 十辆车子 人办 头口 都不见了 口里只管叫苦 有尸为证 必在阴作 泰山游 按理鸡毛 不自由 家产七奴 欲撇下 来吞水虎 钓鱼钩 卢俊逸便向高富处 四下里打一望 只见远远的山坡下 一伙小喽啰 把车账头口 赶在前面 将李固一干人 连连串串 附在后面 鸣罗雷鼓 借头松树那边去 卢俊逸望见 心如火炙 气似阴生 踢着破刀 只赶将去 岳母离山坡不远 只见两愁好汉 喝一声道 哪里去 一个是美然公朱童 一个是插翅虎雷横 卢俊一见了 高声骂道 你这伙草贼 好好把车账人马还我 朱童手拈常然大笑 说道 卢俊逸 你还嫩点不晓得 中了俺军师妙计 便累生两次 也飞不出去 快来大寨 坐吧 交椅 卢俊逸挺了大怒 听起破刀 直奔二人 朱童雷横 各将兵器相迎 三个斗不到三合 两个回身便走 卢俊逸寻思道 于是敢分一个 却才逃个车账 舍着性命赶转山坡 两个好汉都不见了 只听在山顶上 古板吹枭 仰面看时 风刮起那面 姓黄齐来 上面秀着 替天行道四字 转过来打一望 望见红罗消金散下 盖着宋江 左右无用 又有公孙圣 一行不从 二百余人 一骑声惹道 园外 别来无恙 卢俊逸见了月怒 指名叫骂 山上无用劝道 兄长 且须息怒 宋公明 久闻园外清德 实目威名 特领吴某 亲一门墙 转园外上山 一同替天行道 请休见责 卢俊逸大骂 无端草贼 真敢转我 宋江背后 转过小里广花容 明宫取剑 看着卢俊逸喝道 卢院外修药逞能 先叫你看花容神剑 说由未了 搜的一剑 正中卢俊逸头上 站立的红鹰 吃了一惊 回身便走 山上鼓声阵地 只见霹雳火勤鸣 抱着头临冲 引一镳军马 摇旗呐喊 从东山边杀出来 又见双边将 忽炎卓 金枪手徐宁 也领一镳军马 摇旗呐喊 从山西边杀出来 吓得卢俊逸走头没路 看看天色江湾 脚又疼 肚又鸡 正是慌不择路 望山辟小径 只顾走 约莫黄昏时分 烟迷远水 雾所深山 星月威名 不分从忙 正走之间 不到天尽头 须到地尽处 看看走到 压嘴探头 只一望时 都是满目卢花 茫茫淹水 卢军一看见 扬天长叹道 唉 是我不听好人言 今日国有七皇室 正反脑间 只见芦苇里面一个鱼人 摇着一只小船出来 正是 那鱼人一定小船叫道 客官 好大胆 这是梁山坡出没的序处 半夜三更 咱得来到这里 便是我迷宗失路 寻不着速透 你救我 此间大宽转 有一个市井 却用走三十余里 向开路程 更见路杂 最是难认 若是水路去使 只有三无里远近 你舍得十贯钱于我 我便把船载你过去 你若渡得我过去 寻得市井客店 我多于你先赢的呀 那鱼人摇船办案 扶卢军一下船 把铁膏撑开 约行三无里水面 只听得前面鲁尾丛中 鲁声响 一只小船飞也四来 船上有两个人 前面一个赤条条的 拿着一条水高 后面那个摇着炉 前面的人横定高 口里唱着山歌道 哎 生来不回 生来不回 赌赤鼠啊 且就两山破那局啊 准备我供舍蒙呼啊 安排相爱 吊傲雨啊 鲁军一听得 赤雷惊 不敢作声 又听得右边鲁尾丛中 也是两个人 摇一只小船出来 后面的摇着炉 有一哑之声 前面的横定高 口里也唱山歌道 哎 乾坤生我破皮身 负心从来要杀人 万两黄金魂不碍 一心要抓 鱼气领 鲁军一听了 只叫得苦 只见当中一只小船 飞也似摇将来 船头上立着一个人 道题铁锁木高 口里一唱着山歌道 哎 鲁华丛林一片肘啊 君解恶从此地有啊 已是若能知此理啊 翻弓难逃 可无忧啊 歌霸 三只船一起唱惹 中间是阮小二 左边是阮小五 右边的是阮小七 那三只小船一起撞将来 鲁军一听了 心内转静 自想又不识水性 连声便叫鱼人 快与我冗传惊暗 那鱼人呵呵大笑 对鲁军一说道 上是青天 下是绿水 我生在寻阳江 来上凉山坡 三更不改名 四更不改姓 绰号混江龙李俊 的便是 原来 若还不肯详识 送了你性命 鲁军一大惊 贺医生说道 不是你便是我 拿着破刀 往李俊心窝里 朔江来 李俊见破刀朔江来 拿定罩牌 一个被炮金的 扑通的翻下水去了 那只船 滴溜溜在水面上转 破刀又 朔江下水去了 只见船尾一个人 从水底下 钻出来叫一声 乃是浪里白跳 张顺 把手夹住船烧 脚踏水浪 把船指一侧 船底朝天 英雄落水 为之卢俊逸 性命如何 正式铺排 打凤 牢笼器 坑线 惊天洞 地人 毕竟卢俊逸 落水 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